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香港影视行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不光是电影 就连电视剧的制作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而在电视剧制作领域 其中又以TVB为龙头 TVB辉煌的几十年当中 不但丰富了两岸三地的精神生活 还为娱乐圈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 这其中包括悉心培养的议员 也包括精心选拔的港姐 然而随着内地影视行业崛起 影视市场萎缩等问题出现 曾经辉煌的TVB也开始走下坡路 收入率一路下滑 很多演员也因为不受重视 薪资过低难以养家等问题 开始从TVB出走 转向新的行业 这些曾经的议员或成为销售员或做了教练 还有曾经的港姐冠军 竟然转行卖鱼蛋 影帝选择卖保险 一 刘锦玲卖保险 说起刘锦玲的名字 大家可能没有印象 但你一定还记得 《九七版天龙八部》中的阿珠 没错 他就是刘锦玲 刘锦玲最开始签约亚氏 并获得了亚氏的力捧 从培训班毕业第一年 就在警匪片《法本无情》中 饰演女主角彭浩军 因正义热血的人设 大受欢迎 之后几年 刘锦玲继续受力捧 出演《银湖》 《宋氏子妹》等剧集 还与刘德华合作电影 《天长地久》 并获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提名 然而 虽获亚氏力捧 但刘锦玲过得并不开心 他性格直率 说话直白 不愿虚与威夷 以至于被人认为不合群 而更让他崩溃的爆发点 则是1995年 1995年有媒体报道 某女艺人惨交绑架 并强迫录像 一时间圈内人心惶惶 大家都在猜测 这个不幸的女艺人是谁 后来大家知道 这个人就是刘嘉玲 当时 与刘嘉玲的名字 仅一字之差的刘锦玲 却被泼脏水 形象也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甚至有媒体直接胡编乱造 说刘锦玲已经承认 当时被绑架的就是他 刘锦玲对公司的不作为 以及同事的指指点点感到灰心 于是在合约期满后改签TVB 也是在TVB期间 他出演了经典剧 《天龙八部》中的阿珠 以及《喜悦录》 《扫黄先锋》 《地女花》 《法政先锋》等电视作品 不过可惜的是 除了《天龙八部》里的阿珠以外 刘锦玲的其他角色 并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他在TVB能拿到角色 也是从一线二线女主角 变成了三四线女配 2007年 刘锦玲开始有意识地 往娱乐圈外发展 他选择了保险行业进行试水 不过从事该行业没多久 就发现自己不合适 但他从议员 变成了保险销售员的消息 还是不敬而造 很多人对此加以猜测 编排他生活落魄 现状心酸等 对娱乐圈彻底灰心的刘锦玲 这次正式告别演艺工作 她前往旧金山深造学业 在取得学士学位后 继续攻读社事学位 主修社会并辅修心理学 如今 刘锦玲有心往健康治疗师发展 而她在这个方向努力着 能从娱乐圈浮华中坚定脱身 并朝着自己所喜爱的领域发展 敬佩刘锦玲 二 向海兰公关 向海兰是1998年香港小姐冠军 国际华裔小姐亚军 赛后潜入TVB成为一名议员 向海兰有两部作品 一部是杨贵妃 一部是无头东宫 两部戏的收视率都很高 但在当年 向海兰却被求为最丑杨贵妃 她的港姐冠军头衔 也被传是因为向华强侄女的身份而获得的 其实向海兰并不丑 她属于知性美的那一种 这也是她为何能在百花丛中一知独立 获得港姐头衔的重要原因 至于向华强侄女的身份 更是无稽之谈 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关系 而高学历的向海兰 也不认为做演员是唯一的出路 2008年 在与TVB约满后向海兰没有继续续约 而是被高薪请到某集团的客服服务部工作 成为一名公关人员 不过在2012年 向海兰又宣布付出 工作重心转移到商严走学上 看来正常打工人生活并不适合向海兰 3.陈建峰潜水教练 去年6月的一场溺水事故 将9位出现的男星陈建峰推到风口浪尖 一位中年男子在西贡潜水时 不幸溺水身亡 而他的一对一教练正是陈建峰 很多人正是看了这个新闻才反应过来 童年男星陈建峰竟然退圈改行了 自1999年 陈建峰以头部艺人的身份签约入TVB 就出演了很多经典作品 红衣首季 绿政新人王 冲上云霄 雪景雄心 雪景初更等电视剧 不但卖座 而且口碑都不错 后来 他借余政电视剧《楚留乡传奇》 转战内地 又拍摄了最后的格格 《美人心记》 《烽火佳人》 等电视剧作品 尤其是《美人心记》中 痴心不悔 帝王心术的刘恒 让他圈粉无数 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所以乍听陈建峰退圈 很多人会觉得可惜 不过 一旦了解了他的某些言论行为 大家都会觉得 他退圈是应该的 2019年 某事件闹得正欢 作为艺人的陈建峰 不但没有做出正确表率 反而点赞了许多立场 有问题的言论 当粉丝质疑他时 他一边在微博 表示自己立场没问题 一边又拒绝将消息 通不到外网 如此双面行为 实在是让人对他喜欢不起来 而在这之后 陈建峰的演艺事业就此停摆了 或许是知道自己在演艺圈发展无望 于是他开始转战其他领域 成为一名潜水教练 但如今做教练 却闹出人命 还真是干一行坏一行 4.谭小环 卖鱼蛋 谭小环原是国泰航空的空姐 1994年参加香港小姐获得冠军 进而迁入TVB成为一名演员 曾经的谭小环一度受到TVB力捧 出演的第一部作品便是与 正一剑合作的 《蛊惑仔2》 《猛龙过江》 紧接着又以同样的角色 出现在《蛊惑仔3》中 狠刷了一波存在感 之后他开始在TVB拍摄的电视剧 《僵尸福星》 《鸡丝群莹》等电视剧中 出演女主角 还签约BMG进入乐坛 摘得不少奖项 被誉为最具前途的新星 然而1998年 恋爱脑的谭小环 选择在事业巅峰期 和舞者男友黄国荣 干出娱乐圈 原以为幸福就在眼前 可男友却移情别恋 始乱终气 无奈之下 谭小环选择再回TVB 但此时的她资源已经大不如前 演的多是些三四线的配角 风光不在 谭小环最近一次 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应该是钟嘉欣主演的 《搜神传》里的《无极天尊》 一个为爱所伤 满心怨怼的千年蛇妖 然而事业刚有起司 谭小环却再度恋爱脑发作 快速与保险公司高管 蔡强荣结婚 并且工作减产 蔡强荣是出了名的花心大少 在与谭小环结婚前 她还追求过向海兰和梁佩山 而且婚后也经常被拍到 出入夜店 后来蔡强荣还不幸患上癌症 事业一度下滑 2011年 几无新工作的谭小环 再度选择淡出娱乐圈 为了生计 谭小环转身在铜锣湾 开启了小吃店 煮卖鱼蛋 人到中年卖着鱼蛋 守着得病老公的谭小环 不知道该说幸运还是不幸运 5.江华 卖保险 在TVB辉煌的年代 当红小生江华 曾出演过很多 筷子人口的经典作品 江华最开始签约的是亚氏 她很幸运 出演的第一部电影 但愿人长久 便获得第九届香港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 成为一名新人影帝 之后她又主演了电视剧 《银湖》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凭借精湛的演技 和英俊的外表 成为亚氏最力捧的当红小生 在事业巅峰期 她却与主演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女演员 邓翠文产生婚外情 两人陷入热恋 完全不顾及江华 已经有妻子麦杰文 事情败露后 邓翠文一下子成为 人人喊打的狐狸精 事业一下子跌到谷底 但江华却在妻子麦杰文的掩护下 将出轨的锅 全部甩在邓翠文头上 之后从亚氏转迁TVB 事业不但没受影响 并且迸发第二春 转迁TVB后 江华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就是大爆的西游记 她在其中饰演 温和唠叨的唐三藏 首播便创下了44的收视记录 之后几年 江华又出演 杨贵妃 碧雪剑 寻情记 九五之尊 楚汉焦雄 都既卖作又卖好的作品 粉丝越来越多 人气越来越高 不过在拍完楚汉焦雄后 江华屡屡传出耍大牌 不配合的传闻 而且有消息称 她与东甲TVB的关系也不目 之后她果然没有与TVB续约 而是转战内地 还与舒淇合作拍摄了 《风尘三峡之红服女》 遗憾的是 这部试水的古装剧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 而江华也在这一年患上抑郁症 再加上她多年拍戏患有腰伤 于是开始在家休养 渐渐淡出娱乐圈 没有了拍戏收入 江华全家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后来有人拍到她与妻子搬离市区 到房租低廉的沙头角居住 2015年 有媒体拍到 曾经的TVB当红小生江华 竟然开始卖保险了 不过遗憾的是 她的业绩水平似乎并不理想 生活没有得到改善 而当有人采访江华如今近况时 她却表示 自己并非经济拮据 而是想体验一下 以前没经历过的生活 以至于今后会不会重返娱乐圈 她表示兴趣不大 在2021年 有人却在某直播平台看到江华 大约是看到其他香港演员 直播带货捞了金 江华也坐不住了 开始加入直播大军 当然 赚钱嘛 不丢人 6. 李启红 精神科护士 1994年 港姐冠军谭小桓 如今在铜锣湾卖鱼蛋 而与她同一年的港姐继军 李启红 如今却转行成了护士 1994年 李启红夺得香港继军后 便签约TVB 次年 在李若同 古天乐主演的神雕侠侣中 饰演小东邪郭湘 因纯真俏丽的扮相 和懵懂青涩的表演 深受观众喜爱 之后 她又出演电影《金之玉叶2》 冲锋队 怒火街头等 并且多次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提名 然而 在1999年 出演过绝带双胶中的小辣椒张金后 李启红便暂停了工作 原因是工作压力和家族遗传 导致她患上了抑郁症 经过长时间的治疗后 李启红才再度回归演艺工作 再度复出后 李启红的热度远不如以前 但她却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的丈夫 李启红的丈夫是加拿大人 两人都喜欢运动 志趣相投 结为连理 婚后两人定居在人烟稀少 海拔1500英尺的高山上 过着宁静的生活 只可惜 这么多年 李启红的抑郁症一直没有权益 俗话说 九病成医 而为了更好地对待自己的病症 李启红还休息了护士课程 后来她拿到护士证 便干脆在精神科工作 这样度己度人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抑郁症 7.齐思琪 疗愈行业 在TVB有这么一群预员 看她的脸很熟悉 但名字又叫不上来 她们在出演的角色 主要集中在丫鬟 小丝 弟弟 妹妹上面 陈思琪就是其中一个 提到陈思琪的名字 大家都可能不熟悉 但是看到这张脸 会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原来是她 陈思琪也是港姐出身 当年参选时 她曾是三甲热门人选 然而在决赛时 她却大热造 五甲不入 只拿了个前12名 后来陈思琪 天约TVB 演了很多妹妹 丫鬟 女儿之类的角色 在TVB获得 御用妹妹的称号 但随着年纪增大 她连妹妹类的角色 都快接不到了 这样不上不下的感受 也非常难受 最后她无奈离开TVB 退圈后 陈思琪选择读书进修 因为妈妈 五时间的问题 陈思琪干脆 学习专业按摩 来帮妈妈缓解病痛 因为效果不错 陈思琪在家人的鼓励下 决定开一家疗愈馆 起初有人传陈思琪 落魄到帮人按摩卫生 但陈思琪却辟谣到 自己的疗愈馆 只接待女客 而且每天限定人数 疗愈的过程中 会用音乐 香薰 催眠等方式 帮客人舒缓压力 并非大家印象中的按摩馆 而有港姐TVB 议员的身份加持 陈思琪的疗愈馆 生意越来越好 已经在业界小有名气 8.陈慧珊 机构老师 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学院的陈慧珊 原本从事新闻相关工作 后在TVB牵制 邓特希的引荐下 转职成为演员 陈慧珊在TVB期间 出演经典作品《无数》 出道作品便是 《黄庭一号威》 之后又参演《见证实录》 《妙手人心》 《创世纪》 《冲上云霄》 等快制人口的好剧 同时也奠定了他知性 干练的职场女性人设 不过在2006年 陈慧珊便与职业经理人 钟嘉宏结婚 次年 陈慧珊怀孕 宣布退出娱乐圈 遗憾的是 2012年 钟嘉宏不幸破产 为了养家还债 陈慧珊开始走出温室 转身成为一家机构的 英语老师 很多人质疑陈慧珊的 专业水平 事实上 在从娱乐圈退圈后 陈慧珊又重回学校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因此 她的专业水平 无需质疑 而新闻专业出身的她 习惯用精炼 简洁的语言来授课 因此很受学员欢迎 不怨天尤人 不困于过去 面对生活的巨大转折 陈慧珊选择用开工作室 这种最直白简单的方式 来应对 果然 戏内戏外 都是职场大女主 令人敬佩 人生从不止一条赛道 也不止一种活法 当遇到难以愉悦的沟壳时 坚持固然令人敬佩 但转而选择其他路径 也不失为一种智慧与果异 能从演艺圈出走 转行来到其他行业 也是一种勇气 无论怎么说 生存下去才是当务之急 比起舞台上的光鲜 现实中的生活更重要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请您多多订阅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